郭天倩 郭文貴 錄音樂 報告裡面寫的是台燈的洛杉磯報告裡面 他說當初我們這個緊急跳棋是在運轉模式就是跳棋 因為你要停乳,要下來開蓋子,要換填換燃料 所以它會要到停機 停機分兩種,一種叫熱停機 再下來就是要開蓋的時候,叫冷停機 在熱停機的正式名稱叫Hog Standby 它是備乳、備用、熱的備用 冷停機下來就是Shotdown Mall 正正停下來 這個Shotdown Mall的時候,因為敏鋼停爐 把氣機停掉,裡面還有熱 有一個叫做爐心隔離冷水系統的水來隔離這裡 一直慢慢冷卻 冷卻到一個程度,要冷靜 就要把磨式開關由Hog Standby轉到Shotdown 在這個過程的時候,轉過來的瞬間 因為奇異工的設計 我們聽良心講,它設計還是考慮完之後好 它怕你不小心,或者哪一支控制棒不再定位 那個時候呢,你如果轉到冷停機的時候 不知道去開蓋 這裡面,因為控制棒不潛入 那四數的燃料素還在裡面 所以會造成輻射傷害 那麼它為了要確認還沒有這種錯誤 不管千分之一、萬分之一、百分之一 它為了保險 那麼它就讓這個集體的動作 即使控制棒已經都全部進來了 那麼它會再讓這個動作呢 再動作一次 這個才是可怕 斷了絕對不止這個七加一支 因為二十七有一支斷 絕對不會是這個,一定還有其他半 後來我聽到臨時輪委員 在旁邊跟我慶神的時候 聽說三十幾支有列的文 表示文也沒有錯 那現在呢,臺電還是在野汁當中 明明還不敢全面講出來 到底有幾個 我還能碰到英國園 改天我會問他 但是去做的人 也就是王偉林 那個工程師呢 他去看儀希克分析出來 給大家的照片 他竟然作假 當我要顯示這個信號有問題的時候呢 他就把那個電放得很小 就是圖表內顯示的很小 那我要顯示正常的審美 我就把他放得很大 結果連這個都被 王偉林跟他的老師 台大園每一個照片 做這個材料分析的老師 創辦 那麼這個是台北一向說謊的本事 他絕對我講 到今年也年快三個月 他在樓上斷這個原因 我在分析 在指著他的時候 那個盒管處的那個什麼 那時候 他們高感分別 可能比我更老 這個什麼原因都有 不過 水垂都有 應該不是水垂只有這個原因 他沒講出來 我即使我講錯了 你大學清華畢業者 你講出來實際的原因 他們不敢講 那就像剛剛我說 還有很多荒唐的事情 他把這個表倒過來 結果交給我的時候我去看 老天這個表倒過來怎麼辦 好 我去現在看看 他這個插壓傳送器 如果你高接高 低接低的話 他是做流量用的 就是癢 也是癢插 可是當水位的時候 要把低用高的信號相反 調相反 結果他不會這個東西 他去把控制的表倒過來 很荒唐的事情 30多年 我第一次講出來 台電這個斷籃 這個兩制 他說 我們台電 如果醫藥鄉 浮藍和哉 我會斷籃的處置 你怎麼斷籃啊 我告訴你 日本人就是在這個斷籃 裡面出來 霸極而哉 第一天 我看到 我在這裡 我過去電視 我自己抓到了 小阿朵 我看到那個在冒煙的時候 我就打電話到電廠說 他們怎麼不趕快換騰議 怎麼不趕快換騰議 他說 聽轉智慧怎麼樣 我說不對 沒有換騰議就是不對 後來日本人 在地震跳機以後 開始打冷水的第八分鐘 有一通要面的電話 一定是東電的高級主管 打電話來說 不要轉到熱營機 而且 只打了八分鐘 冷水號 就把駐水系統關掉 就是我們講的保護系統 關掉 那關掉之後 你有說 它在熱營機的情況下 如果 水位位置夠高的話 那還是安全 可是問題來了 就是在二十幾分鐘之後 海嘯來的時候 它把這個 柴油發電機 數以叫做全黑啟動 外面電都不進去 我裡面還可以啟動 我還可以給電 給我的系統工作 這個也就是奇異東西設計 它很照顧的很想的很做到的地方 但是我們講 人算不如天算 它打過來之後 當紫外面發現 反應有溫度高的事 要打水的時候 對不起 沒電 沒電 那麼台電說的斷燃裡面 為什麼說斷燃出色的笑話 你要知道 在有電的情況下 我去查這個電章裡面 好 我們講 這個 反應乳裡面 控制盤器也是盆 去控制它 但是 你真正要把反應乳停下來 我們有一個毒素 叫做毒素 反應乳的毒素 就是盆液 那麼學民叫胡盆酸 它是經過盆提電的 那麼它是像那個 按摩啊 抽抽的東西 有這麼一個系統 叫做備用盆液系統 當反應乳吃水 沒辦法在補水 要控制的時候 水位在一定的高度 這個時候要把盆液打下去 那這個盆液 這個系統 有很特殊的設備 我們 它考慮到 這個是人類設計東西的盲點 我們要打這個東西的時候 這個東西 平常不能流到反應乳 反應乳會中毒 會不能反應 所以 它不是用電動 要打的時候一定要通 所以它這個法 是一個炸藥 去炸一個搗 把一個那個法 那個薄華 切斷 那麼把這個管子弄通 那個叫爆炸法 核能電廠裡面 就是只有這個系統 用爆炸法 它考慮到爆炸法 當物障 或者沒有電 不能轉動的時候 用炸把它炸開 好 炸開之後呢 你是不是要馬達 去炸個這個盆乳 然後打幾十分工具 大概至少到二三十分的時候 才能夠把全部的被動盆乳 打到盆乳裡面 把它癱瘓下來 那麼這個打的過程中 我去看一看老天 它還480V的AC 它不是只有電 只有電攻擊的 那麼你即使你說你斷了 你要處置 如果來下來真的不能給黑面的話 那這個盆乳系統也沒有用 你即使炸開它 它可能也沒有辦法打到控制 控制就是你 因為控制是 那個盆乳裡面還是搞壓 你沒有役 比它大的壓力 就是打不進去 那麼這一點呢 他也不講說 我什麼在斷纜 我剛剛 插了一下想問你們 什麼在斷纜 你們想得出來嗎 我把這個盆乳 就丟到大海裡面 還是丟到太空中 還是怎麼樣 你怎麼斷纜啊 是不是 所以 他講到的是 很碰轟 而且又很傲慢 他也不講 他這個內容 如果讓全國人知道 當初這個時候 我就一直在問 那場裡面的 怎麼還不打烹煙啊 結果呢 再下來 我再講 最初冒白的沒有錯 那個是水 可以造金屬 超過1800度 就會產生氫氣 那麼呢 它的爆炸是氫氣 沒有錯 可是 我有一天 換來看看冒煙 我就知道說 啊 如心融毀了 而且 融穿啊 為什麼融穿 裡面有差不多30噸 將近30噸的電纜 我在那裡接線 居然快三個月 每一條電纜 粗的有這麼那麼粗 細的呢 有這個 脈圖鋒箱 小一點 一條30公尺 100是控制棒 乘30乘100 你看多少 所以有一天 他冒出也遠 第一次 有利亞在立法案 那一次 我就講這個部分 大概 什麼人聽到 油貌黑黑 油貌白 但貌黑黑 我就判斷 如心已經中毀 不但如心中毀 如無體 就中成 中到何咬去了